這個組織在孟加拉的非常北邊一個承諾 工作的婦女大部分都是女性 那這些女性她們是戰爭寡婦 還有收到家抱過的 那其實在印度、孟加拉、美國這三個國家 當地的女性的地位非常地低 女人要工作、女人要照顧家庭、照顧小孩 男人的工作就是喝下午茶 所以女性其實在那邊 她們會聽到什麼不好的事情 因為過往這些國家的女性她們 因為社會地位太低 因為種性支付的關係 如果是她們是平民的女性的話 她們其實她們的薪水非常的少 那公民方面組織 在裡面工作的這些婦女 其實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是女性 只有幾個男的 她們會用一些男生 可能男生在某種程度上會聰明一點點 所以男生會就是負責行政 或者負責一些量品製作 然後做好之後給女性去拍量 這也是那個孤兒院 那其實她們現在面臨到的狀態就是 當地的政府如果在路邊發現孤兒 就會打電話叫她們去養回去 所以她們就收留了非常非常多的孤兒 所以基本上百分之五十的薪資 就是百分之五十的產品的這些利潤 是一定要持住的 可以讓她們過得比較 比較好一點的生活 可是老實說百分之五十的這些薪水 還不到其實一般的家庭的生活的薪資 因為生活的薪資往往比最低薪資還要高 可是百分之五十的薪資已經超過她們原本的最低薪資已經非常多了 其實很難小心她們的一個月的平均薪水 如果是在印度的 印度比較好 印度的話換算成台幣大概是三千塊左右 孟家很比較少 孟家現在大概是一千六一個月 一個月其實在台灣很多人的薪水 一天已經可能差不多一千六 或者超過一千六的很多 那在那邊一千六排率的薪水要養回家人 其實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這個組織在孟家其實沒有拍到頭 她們原本是在紅燈區工作的部門 那被一個教會救出來之後 就叫她們做紅燈 所以我們知道之後其實我們就很正式她們 我們就請她們幫我們做一系列的杯照 只是她們因為身份的關係不能過關 那我們用了很多有紀念 所以我等一下後面就提到 OK我簡單很快介紹組織 然後它不行是在尼國 它在下的滿多 那這個組織算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組織 它幫我們做了很多衣服 就是他們的工作 其實人不多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當地的控制其實就是用很簡易的功能機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些功能的原則 然後就講那種製作 就做出來的樣子 那有時候我們請她們幫我們做一些中等製在上面 不過可能因為她們看不懂可以 看起來都怪怪 很受懷疑的 不過第一代其實長這樣多嗎 就是不喜歡所以我們就改了 OK我們改了之後我們比如眼睛要大一點 我們就這樣子跟她們不夠狂 嗯 結果兩三個禮拜之後就改好 就是我們最後都會買到的樣子 那就是他們那些動物 就是用這種穿上的織布機去製作 會用這種織布機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沒有電 他們有很好的設備 沒有電都不能用 就放到那邊 所以所有的婦女又回去用這種穿上的織布機 但你如果一天有16個小時是沒有電 白天都沒有電 只有晚上2點、3點鐘之後 其實晚上大家要睡覺 他們國家認真很怪 所以他們其實用到這種織布機 很多人家懷疑不用 他們都是用這種教材的 那這個組織 只要你願意來學織布 一年之後 你願意來學 我一天就付你多少錢 然後一年之後 可以還在那種織布機買回家 買回家工作 那你可以幫組織 或者你可以幫其他的工作 所以公交的組織 他除了提供職業訓練之外 他也會提供一些檢疫的設備 給這些婦女使用 所以我們現場就 他就當媽說 我們就當媽說 因為非常難得 這也是那個組織幫我們做的 我們有時候會用一些 當地的一些 不進去的圖 然後 那 冰箱的圖 包含的圖 他就幫我們做格戰 那KDS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庫兒院 那這個庫兒院 其實當地的婦女在學 脂肪園 他們那時候脂肪園也有做地毯 那我們目前因為 對地毯沒有太大的市場 就請他們幫我們做 說 幾系列的馬鈴 那 可能看不懂 就是設計 然後一個設計 那我們覺得應該要變得非常有趣 所以 他可以各式各樣的地方 只是一間 只是一間大鈴 所以我們盡量把這些 不要變得那麼 那麼的 你看得到這是你弱的東西 我們盡量 讓他給你簡化一點 然後讓他有趣一點 稍小是一個印度 算是 在家裡對話就非常大的 他們基本上什麼都可以做 OK 這邊很快講 他們在哪 他們在執布 織布之前一定要染 染線 這是染線的過程 然後染完線之後 要曬吧 那些濕線曬乾 曬乾之後要捲到 用米水 讓他變比較硬 然後要固定到小的 捲肘上面 OK 然後他能 固定到比較大的輪子上 OK 但依據不同的 顏色的設計 他們去配置這些線 其實很複雜 我們慶坦看他們 他們怎麼 不過 這些婦女 他們也許不適智 他們 也許不會講英文 可是他們有辦法去理解 這樣的東西 就 可以做出來的 其實很多人在我們店裡 看這個東西都覺得 我們每次說 這是手工吃 其實 其實 基本上沒有人相信 因為他看起來很激 因為他看起來很激 他們是非常細緻 那他裡面也幫我們做一些 皮 皮製品 大部分的皮製品 都是一種比較倒鬼 的皮製品 他沒有殺害動物 都是等到動物自然死亡之後 然後再取用他的皮製品 就是 因為他沒有機器印刷 所以他看印刷 就是手工 非常嚴重 這叫木殼印刷 就直接用木殼的印刷 蓋到塗料三個 所以他其實 速度還蠻 挺慢的 然後我們就設計了三種 這種印刷 一個單單 大概刻兩個一半 他們可以刻了 一半 一半 很細緻 所以最後做出來 這是台灣的那種 滑蟲 然後當然也可以做成 一幅 這是另外一種技術 叫Gene 這個技術其實 比較普遍的 其實在台灣其實做的 可以比較 那他 比較快 然後他也很容易透色 因為他可以印的 圖比較細緻 那他可以印刷碼改善 這是我們 已經快要來 我們就設計 絕對 這樣比較傳統 一件事 AXIS 是一個 目前唯一的一個 他有公平貿易認證 有機土板認證的一個組裝 那他們的領先其實很簡單 就是從一個種子 你用他的種子 到一件體訊 他們自己有農民 所以他們自己共鳴化 就把畫面 他們自己在 自己在擋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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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 這是唯一的一個擋擠 這是我們Logo 所以我們就把Logo 常鋪 我們都明顯的時間 就是這樣做 之後就是一些 類似T-shirt 類似T-shirt 所以就是我們 除了藝術 之後我們還能發明 做一些調理 他們在解釋 什麼機密 他這個組織的東西 所以他們是有 有機土板 有密包的棉花認證 和有機紡織認證 這餐的Logo 可能 各位只看過中間那個 因為很多咖啡 上面有 上面這兩個可能 比較少認識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做肥皂的那個 那他除了做肥皂之外 因為冷光的所有的麻藝衣 都知道他們是大的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個包裝 在塔香在塔香 所以我們在歌頌 這些平常常藝術國家這些 原本生活情況不好的一些 故事 所以這是他們的工作的一些道理 當然因為基於身上網 所以我們就要做 更多的一些道理 OK 我們目前 有兩家店 都在台北 一個在油漢店二巷 一個在新運團體四樓 不過新運團體能夠 大概在 到五月底就會結束 因為比營業實在就差太多 那下面有我們的 聯絡方式 還有我們的肥皂 那我們現在幾支支單付款 就是 我們希望在五月 大概五月二寫好的支付左右 去發一下三個年會 跟我們幫你拿一個會議 只是這個會議 他的成本實在是太大 機票很貴 然後會議真的太大 所以 我們本來其實有點要放棄了 後來有朋友提議說 我們可以用 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 目前都在繼續 但是如果 想要贊助的朋友 可以 可以 上這個 就是上次 上次的網上去 去 傳播 那 嗯 五月十一號 是世界公平貿易日 其實很好記 就是母親節的前一天 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六 為世界公平貿易日 那今年的世界公平貿易日 我們會有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 我們叫公平貿易日 這個展覽 我們會蒐集 我們目前合作的這二十幾個組織 這些 他們工作的照片 然後他們用的工具 小型的工具 我們已經請他們寄到台灣來 然後他們用的材料 然後最後組成的設計圖 和最後做出來的產品 所以我們希望呈現出來 讓消費者更能 清楚知道 到底公平貿易在搞什麼 所以他其實後面有很多很多 有趣的這些 傳統的 手工藝在裡面 所以如果 各位有時間可以在 大概兩個禮拜時間 可以去台北的唐青古墓 不用門票 只需要帶一些你不要的垃圾給他 謝謝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要 分享的 光伏也可以 他也可以 這裡剩下 剩下兩條 連雲香也有公平貿易 在我們那時候玉山女社 因為蟲子太多 不過後來 燒雲香燒到要倒去 因為蟲子太多 結果粉末是我們人被燒掉 所以 老人住在這裡做見證 不過 但我們東山再起 我們還是繼續燒這種 那時候放在賣 結果都自己燒它 到時候就變 放在賣 不要再燒了 各位有什麼 可以聽聽看 可以感到 還沒有 這個叫做公平貿易的 文香 你不要介紹一下 其實那個文香它 它是比較有機的文香 他們自己 農民自己 種這些草等食物 然後做的什麼 其實我們做的那個 做那個文香是為了 我們的文香館 我們做了很多文香館 可是市面上的文香味道 不是天然的 所以我們就找它在南印度 這個組織其實 它很接近那個少年拍 希望漂流國 在印度拍的那個城市的北邊 大概20分鐘的一個城市 那那個城市它是一個 一個國際村 那其實聯合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他們去那邊 弄了一個村落 然後裡面住了很多國家的人 然後這些人 他們平常就是在做 就是你在做靈修 然後看當地的農民一起工作 在種這些財本上去 所以我們就請他們幫我們做那些文香 所以他們的有機文香 我們才會叫它有機文香 但是它的原廠包裝 他們不是叫Ogenic 對 那叫做 那個其實是印度的傳統醫學 他們是按照印度的傳統醫學 來做這個文香的 所以它不會對人體有害 我最後拿到的要買 因為他撒不處理 好 沒問題 好 然後他們 我之前去他們店裡 因為我實在是 看他這樣 這麼多衣服 我實在是買不到的 不是啦 買回來 包包 我覺得也不知道要買 你知道我還要找一個 買什麼東西 買巧克力 因為巧克力 我最實用的 後來發現他們和米爐就有了 米爐我有公平貿易 你要分享一下 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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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買 也太費用 我只買到文香 和那個 樂器也有啦 樂器我等一下拿出來店 你要分 我們現場有什麼問題嗎 要說一下 對 我們台灣支持公平貿易嗎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台灣 台灣人 對 就是或者說 以經濟的狀態來講 我們這裡是都只賣這一種 不過他是假公平貿易 不是啦 他是非認證的 真公平貿易 我跟你講 台灣其實現在消費者已經 開始有重視公平貿易 這些 這些 裡面 那其實除了 先把公平貿易 這四個是拿掉之外 其實很多 消費者 他是喜歡 一些材料的 這些 這些產品 他的材料 他的質感 賣賣的 會大於公平貿易這些 對 或者這樣問 我們台灣有 有說 你會去應付 你不會 那 為什麼 你會買一千 我們要條件 白人買 白人買 白人買存 不知道我什麼 其實我們過去兩年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取得認證 因為台灣目前還沒有 生產者是被認證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取得到認證之後 跟我們 我們現在成為一個公平貿易組織 就是我們就可以回來做 我們就可以來做台灣的那個 所以過去兩年其實 我們是希望趕快要取得到 公平貿易的認證 所以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 他只是一個形式上 我們一定要拿到一個 一個比較具體的認證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找了一些原住民 來幫我們做某一份的產品 那甚至 有一些 我們覺得還滿有趣的計畫 他叫做偏鄉幫助偏鄉 如果婦女 手工資的部 然後到台東 援助你媽媽 小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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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一個 我們現在目前進行的一個計畫 這幾年算不算 你看台北公平貿易的 就是 你們這幾年這樣 在運作 有沒有想過 就是 會 找一些人一起來幫我們 一起來合作 這些事情 就是這個過程 是 能夠做得到嗎 我們現在除了公讀生之外 大部分 我剛說過 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嗯 我覺得很難 因為 我們 一個禮拜工作七天 一年工作三百六十一天 一天超過十二個小時 深夜無休 就他沒有 沒有像是 Lineven一樣 所以 反而是你們這不公平的啦 因為我們的工作時間 我們的工作時間 是從 大概早上十一點 開始進到間 然後到晚上十點 十點到兩點 是我們設計的時間 兩點到四點 是我們跟深唐的高中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天幾時都在工作 然後 因為這些國家沒有什麼 沒有過什麼中國 所以 我們要跟他們一起工作 所以 我們工作時間 非常長 因為他們有休息 今天算還好 今天可以來到嘉義 兩個休息一日 因為工作時間很長 不過我們 其實我們 在陸上 我們還要再考慮 我們想要請一個 就是 一個人出來幫助 一些 除了銷售之外 然後 希望他們有一些 這裡有很多人 但是 其實現在除了 設計的工作很大 管理的工作 很多東西 大概有 八百到九百多樣產品 你要看到這個產品 你要知道它的庫存在哪裡 你要知道這個在哪裡 做的 誰做的 目前 有能力判別 這樣子 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們的幾個公讀生 他們可能 看到這個產品 一時之間 還不知道這個產品 是在哪裡做的 因為我們很怕 把錯誤的訊息 告訴消費者 這個產品 明明在 在斯里蘭卡做的 結果他說 那裡 所以我們希望 消費者 當然我們上面會標示 可是 很怕口誤 或者講錯 所以 這個工作其實 不情爽 要投入的 要投入的時間 以前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做建築其實 也差不多 只是做建築 再怎麼禪 一個禮拜 還有一天兩天的教 可是以我們現在的狀態 就是 沒有 我們沒辦法 沒辦法停下來 因為 其實事情 我們要 我自己是覺得 我們 我們現在反而 在台風的時候很快的 搬到台北的後面 因為事情 很多 壓力很大 除了銷售的壓力 其實 我覺得 這兩三年的時間 很多人也在考 很多人也在看 我們到底 有沒有辦法 做得起來 能公民幫忙 這樣子 因為 過往 除了咖啡之外 過往 手幫你 基本上是沒有的狀態 所以很多人都在懷疑 都在看我們 到底要什麼 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 沒有給自己 放孩子 下來 就是 一定要 不斷的 不斷的 這邊 大女孩 有問題 小女孩 有問題 其實我想要問一下 蘋果水裡面 生產的商品 因為幾乎都是手工製作的 那它跟一般的商品 當然是沒辦法比 可是我想要了解 它會高於一般商品市價的 大概百分之多少的 利益 然後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 會不會遇到消費者 嫌棄你們的商品 的價值 似乎沒有這麼高 然後這時候 你們要怎麼跟消費者 溝通說 你們所賣的產品 的價格是合理的 OK 其實公民貿易產品 很多人都會覺得它 第一個印象聽到 貴 很多人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會覺得公民貿易產品 蠻貴 就我們自己理解 公民貿易它 它會比一般產品稍微貴一點 沒有錯 可是它不會貴到那麼低 大概會高個一成兩成 那 你真正看到很貴的東西 它是它的材料 材料整身貴 你如果 舉例好 如果 一塊黃金 和一塊公民貿易的黃金 它都貴 這兩個差不多貴 因為材料的關係 那回到比較簡單 就是T恤 公民貿易的 現在目前如果算有機棉好了 有機棉的T恤大概 我們做的話大概賣價700多塊左右 OK 一般的T恤 它大概賣 不是有機棉的 一般的 平常的棉花耳機學 大概 也許 399 599 599兩件很多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 會399 或者599兩件 他們大量製造 或者799兩件 對沒錯 因為他們大量製造 為什麼他們大量製造 因為人工便宜 如果我做越多 越便宜 公民貿易產品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說我今天 我做100件 10塊錢 我做200件 變5塊錢 它還一樣是10塊錢 可是一般的產品 你做越多 越便宜 今天如果這件T恤 我做100萬件 它的成本就會變得很低 因為我要付給 人的薪水 變得很少 可是 這個東西 它不是機器進去 然後出來的 是一件T恤 它是一堆 婦女在那邊 用防燃機車出來的 我們只是 覺得公民貿易的產品 都是手工做的 因為我們嘴巴講 是手工做的 這個T恤 它其實是手工做的 它也是一樣 它只是在工廠 我們往往把工廠 視為 是一個機器 可是我們 常常忽略工廠裡面 有很多人 在裡面工作 那它一定是手工做的 我跟你保證 你繼續追 是手工做的 只是它用工廠的這種概念 去告訴消費者 那消費者以為 這是在工廠做的 所以它很便宜 所以它應該賣得很便宜 它就只有這樣的價值 如果我今天 我花了399買這件衣服 那為什麼 因為一定是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通常一定是最遠投 不可能說店家 我好心 我今天 899不賣 我賣399 我賠錢賣 沒有商人這樣做的 它一定是 最前面的 出了一些問題 才當消費者 買到這樣的衣服 通常造 重量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大量製造 今天 其實我今天沒有準備那個資料 我們去一些其他的 我們會準備 比較是 時尚的這種東西 所謂快速時尚 其實現在國際界很多在討論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有快速時尚 你去拉軟 你去 你去酒店 你去 你兩個禮拜去一次 他們怎麼又換衣服 那衣服到哪去 他們沒有買到衣服到哪去 沒有人知道 真的 他們可能這一季 他們所謂一季就是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一次 他們製造大量的衣服 一定賣不掉 賣不掉這些衣服去哪裡 那基本上就是變成垃圾 那這些垃圾去哪裡 一定又是回到北州 一定又回到南州 一定又是回到那些國家 變成他們國家的飛機 而不是在台灣找個地方丟掉 他們會回收 就是回收到那邊去把它丟掉 因為過度製造的關係 因為快速時尚 因為現在很多消費者 尤其是年輕人 追求的就是 時尚 他覺得 越便宜 然後 他可以買到衣服 他可以很快速的 換上最流行的衣服 那就是潮 可是潮流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 這種商業的運作 因為我們如果只看到品牌 只看到潮流 讓那些東西 看不到那些人 那些東西被大量製造 被大量廢棄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會比 是不是公平貿易這個還要嚴重 那 加上公平貿易之後 公平貿易 他有個理念 如果是以衣服為例的話 他不希望你的衣服做過量 也就是說 他希望你的一季的系列裡面 就是只有五到六款而已 他不希望你過量製造 所謂一季就是真的就是一季 他不是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那種 那種快速的東西 以下就最流行的 他希望你的東西 至少是可以讓你賣個大半 也賣個一年 也許你要換 其實如果你不換季的話 你的產品都情侶不能 越是平越好 因為他們不希望製造 那公平貿易其實 很多人把這四個字看得非常重 覺得 超越人貴 可是 這就回到你第二個問題了 很多消費者 他會覺得 我們東西也許沒有那個 價值 其實我常常在說 就是 東西的價格和東西的價值 就看你怎麼看待 這個東西 他賣三百塊 他的價值可能是六百塊 可是你會付六百塊嗎 你不會 你只會付他三百塊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 他只兩百塊的價值 他賣三百塊 你會覺得不值得 那 如果你今天覺得 任何不值得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 你就不要購買 因為 你不購買的話 你就不會有讓你進來 那如果你 你覺得 這個東西 他背後的價格 跟他背後的故事 已經超過東西的價值 之後 讓你可以選擇 購買 如果你覺得不值得 事情 就不要去做 因為 其實 公平方面他其實是 不鼓勵 過度消費 因為 他不過度製造 所以 他也不希望 消費者一直 忙成一直 購買 當然他 希望 希望 我們能把 東西在 台灣的市場 賣掉 之後 我們還可以去 回去 支持這些 生產者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 太over 只能說 生產者他們 也沒有辦法 當然我們看到 一個情況 就是 有些 生產主持商會 抱怨 他們會說 歐洲有一些廠商跟他們 提示第 相互五百個 怎麼辦 他們問WTO 該怎麼辦 WTO 沒辦法 所以他們 就只有跟他們說 那我不好意思 我們做不出來 如果你要那麼多 你就不要到我工作 我們的產量 就只有一百 如果你要做到那麼多 不好意思 你就等 他們就是 我們要辦法 所以他們會拒絕 他們會拒絕你 或是不知道 好 好 好 我想 我不能說 就是剛剛有在PCT上 看到那個 就是未來設計會想要 走到食品這一塊 那就是在台灣目前最多是咖啡嗎 那之後可能 想要做什麼樣 我們去年 學習到了已經有點晚了 已經超過大概十二月 不過我們想要做一些小朋友 咖啡豆 現在很快 只是 我們想要做有點 不太一樣的東西 不過去年聯繫到的時候 在玻璃尾牙 已經太晚了 沒有 玻璃尾這個東西 它的 放賣的時間很短 只有冬天 幾個月可以賣 不過我們 今年會比較早 開始進行 因為其實食品 手工藝品 現在目前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經濟好的狀態 什麼鬼都會賣 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你覺得它沒有用 就是有人買 經濟不好的時候 有功能性 實用 衣服 包包 真的可以用的東西 會比較有市場 吃的 不管好不好 大家都要吃 所以吃的東西 它的市場 像公平貿易的咖啡 咖啡豆的市場其實 比手工藝品好得多 因為咖啡 日子過不好 咖啡還是要喝 所以 食品類的本來就是 公平貿易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產品 然後 其實我們也 一直想要發展這樣子的東西 只是 手工藝品可以放兩年不會壞 食品放三個天就爛掉 所以這是 很頭痛的問題 我們又沒辦法 完全變成食品 所以我們就是 慢慢嘗試 謝謝 倒是我覺得 你們不是 那個工廠裡面 每天都在 那個 有固定的時間 在編織嘛 可是你們的量 有辦法這麼多嗎 那他每一天 大概 一個產品的 生產流行大概是 很快的話 如果他組織 超過五百個婦女 大概一個月內可以做 如果他的組織 只有一百多個人的話 有得等 我們可以從三個月等到半年 等到一年 可是在這個過程 你都必須先付給他錢 所以 這個情形通常會發生在北州 南美州 他們的生活步調很慢 他也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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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做得很難 南亞幾個國家的情況有點不同 那 孟加拉人很積極 因為孟加拉算是比較平常的國家 所以他們工作起來非常積極 尼泊我就是 山區慢慢做 有時間到就回家 甚至今天 家裡有事就不來 所以 尼泊我的東西 嗯 比較慢 印度是比較 我覺得印度是一個比較商業化的國家 他的貧富差距很大 然後印度人 他們很會做生意 所以印度 他們有點愛理不 有時候很積極 可是他不想做的時候他完全不理你 所以雖然這樣的國家很近 可是每個國家有不同的 他們的一些文化差異 只是要等 沒有那麼快 不是說我今天 跟他說我要做這些 明天就收得到 沒有那麼順利 通常都是 他跟你說一個月 你就要等三個月 他跟你說三個月 也就是半年後 他跟你說半年後 你就慢慢等吧 加在海運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 我們都非常缺貨 一缺貨就是 要等一陣子 那有沒有遇過就是 他們真的 就是比如說工廠關閉 或是什麼 就是連延遲都沒有交錯 曾經有遇到過一次在巴西 他們組織就結束掉了 不過那個時候 還好我們還沒付錢 就是正常付錢的時候 他們就說他們沒有辦法做了 那目前 我們合作過的幾個組織 應該都還好 都還沒有遇到說 惡性 倒閉啊 或者 故意付出 只是會做得很忙 如果 就是回應你的問題 如何去把這些組織真正的對待 一些生成者 然後害怕後續一些社會活動 或是一些 一些教育的支持者 所以為什麼要認證 認證 認證公平報應組織 WFTO 這個組織 它之所以要我們去認證 和要生產者去認證 就是他們會派人過來 他們會派人來台灣 來看我們實際上賣的東西的價格 他們會派人到這些生產組織 去看他們工作的情況 去做紀錄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 沒有符合他們的那些原則的話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認證取消掉 其實取消認證的 被取消認證組織很多 不只是在生產國家 其實很多銷售的這些國家 有很多 他們幾年之後 認證就被取消掉 因為他們的 可能 他們說他們是公平的 可是他們實際不是 如果你被發現到的話 你的認證就會被取消掉 或者你賣的價格不合理 所以這部分又是WFTO的 對他們的工作 因為他其實年份還挺貴 他也要繳300多 而且看你的營業 如果營業額越高 你要繳的認證的費用就越多 所以他們應該認得做 台灣加入WTO以後 之後 之後就是 因為我們進口還蠻多 糧食的 糧食的價格 就是 越來越貴這樣 那 如果是 WFTO 他如果 他用公平貿易的方式 有辦法說 去降低說 我們所購買糧食的那種價格嗎? 嗯 視頻類的是另外一個組織 是FLO FLO 那 我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 台灣 對 一個是關稅 WTO 看 WFTO兩個組織 他們其實是非常的衝突的 兩個做法 一個叫做 自由貿易 一個是公平貿易 一個是公平貿易 那 差債的 除了 關稅 就是 稅這個東西 因為 產品內的關稅還好 可是 吃的這個東西 他的關稅 只要台灣有 台灣有茶 所以 關稅就 很高 關稅 關稅跟台灣有沒有出口這些東西 有關係 那台灣 就是少數幾個國家沒有加入GSP 政策 所謂GSP政策就是免關稅的支付 當然 台灣之所以不加入 這個制度 就是要保障 我們當地的這些農民 因為如果真的 東西窮不免關稅進來的話 稀有競爭 大家都不要吃台灣的米 大家都要吃泰國的米 便宜 這樣不見得好 不過他便宜 消費者其實 有時候買東西 應該 老師要教育 消費者有時候買東西 他看到的是 價格 上面的標價 管他什麼東西 我今天東西便宜 其實我不用 他又賣39塊 其實我用不到 我都要把它買回家 買回家通常下場就是進到垃圾房 你根本不會用 所以 東西太便宜 不是件好事 東西太便宜 會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消耗我們的環境 那 WTO 這個 反正現在台灣也這樣做了 所以 看政府怎麼去做 反而 WTO 是 政府比較關心的 WFTO的想法 政府根本 不只要 不只要我們有公平奧運 這個 這個領域 我說一下WTO 我們之所以會放炸彈 就是 那個 那不是炸彈 那不是炸彈 那不是反應 好 WTO 讓我們 越來越貴好 讓我們 變得越來越難吃 因為 所以 就是 WTO的關係 所以 美國 主要是美國 還有澳洲 美國的米 可以 比較便宜的方式 賣進我們台灣 所以就 降低我們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現在 只剩下30%了 那那些米 跑去哪裡了 我們 就是 牽著WTO以後 就是 我們的 台灣的糧商 可以跟 美國買米 就 每年有一定的配合喔 你可以選擇 買或不買 買進來以後 農娘署 再跟他買 然後買了以後 就堆到各地的農會的倉庫 堆著 掌米蟲 堆著生老鼠 為什麼 我知道 因為我有去 看過 為什麼我去看過 我去 幫一個很 一家很特殊的公司 他專門做薰針的 他們去 專門去驅蟲 然後 他們就是要放藥劑進去 把那些裡面的蟲 用 用 那些藥劑熏死 所以我們就是去 爬那些米袋 然後 常常就是 會壓到死老鼠 什麼 那些米 到最後 要怎麼消耗掉 就是到我們的國軍 還有到我們的 自助餐 自助餐前 就是 混了台灣米 跟美國米 那些米 可能都已經被蟲吃了一個洞 一個洞 還有 藥劑參與 好的 所以我們要支持 在地的遊戲 道明 哈哈 自然老闆而已 然後非要去吃自助餐嗎 哈哈 自助餐 看著 要有良心的人出來開啊 看老闆 對啊 一起來自助餐 另外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那個 我們用 我創作用的材料啊 但是公平貓眼麻省 他主要是 就 只有我覺得跨領域的好處就是 可以用 像我就用了專業 用生物學的角度來切入 我做的材料這部分 我會比其他的 藝術工作者更了解 生物學領域 的這個部分 那我 我是用的 那個 那個孟佳婦女手工的那個麻繩 他只是大麻纖維 就是管制藥品 三級 三級毒品那個大麻 但我們用的是不同的部位 我們用的是筋 所以他其實沒有 那個毒品的功效 他大麻纖維呢 是所有植物纖維裡面最堅韌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 就是用的那個公平貓眼麻繩的好處 因為他堅固耐用 而且他麻繩他都生長 他生長在熱帶 和亞熱帶地區 他生長非常快速 所以他的產量夠 而且也有環保 好 那台灣其實 早期也有製麻的產業 我們的麻 主要有兩種麻 是兩種 分類上完全不同的植物 一種是黃麻 或是屁麻 還有屁麻之類 是比較接近的 他是比較接近 草本的植物的 那我們 通常早期用的麻布袋 那種都是黃麻 但是現在大部分都還是變成東南亞盡頭 然後早期 最大的產區是在台中的南屯 然後現在 如果有住過台中 有去市長吃過東西的人 應該都有吃過一種像 綠色像粥的東西叫麻藝 那其實就是黃麻的改良種 叫田麻 你吃他的嫩 然後台灣另外一種麻繩叫做柱麻 他其實是一種龍蛇蘭科的植物 龍蛇蘭就是那個墨西哥 那個龍蛇蘭酒 那個Deguila那個 龍蛇蘭 對 然後他是用葉子 龍蛇蘭的葉子去 放進像我們榨乾這個那種機器啊 榨乾以後 墨西哥人取他的汁二次蒸餾做成龍蛇蘭酒 那我們就是取他的纖維 碾成麻繩 你現在市面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較粗顏色 比較淡的麻繩就是 黃麻 然後跟黃麻是不一樣的 分類上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腳皮比較粗的 然後早期很 所以有很多老人家是斷手斷腳的 就是因為去做了這個 這是職業傷害 就是不小心那個 尤其是甩子啊 然後那隻手斷腳 就是被捲進那個機器 好 大概是這樣 大家對麻繩的問題 裡面不是有精液 知液啦 知液他不是情液 他起來燒一燒 他講到那個麻繩的製作過程 他舉了精以後 要先把它打一打 然後去皮水洗再製曬 然後再製曬車 來製造過程 當作已經很痠 然後再買 特定的那個 一機在雙空面塵 他們其實是 大概二十幾個人 拍成一頁 把那個新入鑽子 炑 AAA 滾 可以這樣做出來 但其實 這邊的麻長得很高 大概三公尺 但是一個月就是這樣 可以撿幾個 不要 不會剪 好處是他不用 他不用撒濃藥他自己就會膽 也沒有同樣的刺 能夠好吃 然後他在生產的時候 可以吸收大量的蕪氧化氮 所以其實麻這個作物 其實是對腹肌很好的 然後他的 他的纖維也很難肉 所以 麻這品其實是 算他有他的缺點是 剛開始用的時候 他會比較窄 不過用久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那麻做的衣服應該很適合台灣 看起來好像會重麻 你要不要收購 如果是 如果是徐麻 徐麻在Mondela他叫做Arlo 他是一種很細緻的麻 那種麻是可以拿來做衣服 他是不用其他的線紋 是直接用那個麻來做 然後他穿起來很透氣 也不會 就因為台灣只要高溫草室的 那種麻製品應該很適合 可是 麻如果 清晨到一些比較 忌諱其實很多老人家不行 哦 然後我喜歡 穿麻的衣服 不想帶麻的毛衣服 就是比較 商禮就沒有 謝謝 黑霸 我一定會嘗試